我会触到这个很柔软的 这个很柔软的 是这个 是这个 我们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 你喜欢这个 大家好 大家好 感觉家里没有孩子 就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今天我和我老公 还有小互动 主要的任务就是 把我们楼梯的地毯去看一看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提前安的话 就是感觉我们要做卫生 就会很脏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最好是预约 我们搬家的哪天 完了之后他来帮我们安装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入住了 这一条街呢 都是卖一些民伞的家具啊 还有地毯的地方 其实阿尔哥告诉我们说 这一条边会比较便宜一些 我们在这里找一家店 哇 里面有好多的地毯 不同的颜色 我会触到这个很柔软的 对 你可以触到柔软的 好吗 太多了 好 好 这一条 这一条 是这一条 我将来到这里 我会触到那里 我认为 我喜欢这个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可以这一条 可以拿这一条 你拿这一条 拿这一条 拿这一条 我认为这个很棒 很棒 很棒 我认为这个很疲 你觉得这个很疲累 我认为这个很疲弱 很棒 很棒 谢谢 谢谢 这是最终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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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下次再来 我会再来 那一条价格 我会再来 那一条价格 我会再来 这个价格 那一条价格 谢谢 我这个笨蛋脑 在我降价之前 你就 我本来还准备 还价一下 结果他直接就把卡拉出来 哎 这是失败的队友 这些人是最终的价格 我爸推荐他们 他说你去这一条价格 他说他们很棒 很价格 他们做得很好的工作 我说他们有很多客户 对 他们会在这里 很多客户 他们有很多客户 他们有很多客户 好 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了 现在准备吃饭 吃完饭 我老公说可以去看个电影 好吧 今天算是完美的一天 虽然刚刚还价没成功 但是我老公知道我安慰 他已经给我们折扣了 因为刚刚那个毯子 他就是只剩下两件了 他想要就是 尽快的处理掉 就是说给给我们20磅的价格 然后 就是还给了我们一些 那个小东西 比如说那零件 铺毯子的零件 就是说 也就是免费给我们 所以自我安慰吧 算是满足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吃饭的地方 正好今天很安静 还可以停车 I'm coming 一进来就闻到香味了 好香啊 这是我们点的了 好多肉啊 蛮饭的肉 你喜欢吃饭的吗 我喜欢吃饭的 一天我们可以吃饭的 时间长 所以呢一进去是地毯 就会贬择非常温暖 暖和的那种感觉 嗯 像我家就不同了 因为我家有个小家伙 正是要隔着料库 然后吃饭到处傻 如果是画画 又到处的颜料傻的那个年纪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铺地板 只是在台阶上铺那个地毯 嗯 今天我不去就是就是不做这件事情啊 我还真的不知道 原来中国还是真实地毯的原产之地 像在市面上 大家都通常知道的像 印度啊 伊朗啊 嗯 像 像这些国家 特别是土耳其 是最出名做地毯的 而中国最出名的 大家都是认为是 什么茶叶啊 丝绸啊 陶瓷啊 这类东西 但是真正的原来 中国的这个真实地毯 真的是品质非常的高 刚刚老板呢 也跟我们展示了一下 就是这是中国制造的 不同的国家嘛 然后我就特意留下 那个中国制造的那个地毯 的确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精美 但是第一个呢 他说他现在没有现货 再一个 价格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高了 因为我 出乎我们的预算 所以最终我们没有做这个选择 所以说其实 中国现在 所有的物品 在世界上的地位 占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并不是说一定是中国制造 就是最便宜的 一些金发商呢 就像国内的 都会说 这个地毯是来自土耳其 它没有 或者来自哪个国家 从来不说是国内产的 原因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同意认为 中国就不是一个地毯的 就是出产国 其实真正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唉 所以今天还算是学到了吧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准备去看电影了 所以呢 我就不跟大家多聊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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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